美国的医疗体制完备 不但分工系 还有完善的转诊制度 让不同疾病的患者 能够得到专业而且妥善的照顾 尤其是身心障碍者 除了生活的不便利之外 还要面对心理的忧郁以及压力 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和爱心 帮助他们走这一段附建之路 今天的医疗附建专题 就要一起来看看 美国的附建中心提供的服务 台湾以及美国的健保制度 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以病人为出发点 对症下药 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 特别是对于身心障碍的病人 有些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 导致生活剧变 需要坐轮椅 重新学习语言 走路或是吞咽等等 一下子突然改变了生活习惯 从心理到身体 都需要时间调试与附建 因此专业的附建中心就很重要 能够了解病患的特殊需求 打造无障碍空间 帮助他们早日地回复到原本的生活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希望经由附建 让他们能够有希望 能够活下去 然后活得非常有意义 能够可以很独立地来生活 当然有时候生活上有困难 因为行动不变 或是情绪上有受影响 我们都会尽量去替他们帮忙 那帮忙方式很多 那我们有所谓的PEAR MENTOR 就是以前有病人 他有受过伤 然后有同样的经历 然后他们来做一些 来跟他们讲解 甚至做他们的朋友 也是做一个COACH 还有MENTOR 就是帮他们能够度过这些难关 然后我们也有 WELLNESS CENTER 我们这里有一个 就是健康附建中心 他们也可以来这边活动 跟人家交谈 交流 然后当然我们有很坚强的附建师 我们的医师团队 医护人员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 我们也有心理科的医师 可以做心理辅导 我们也有社会社工 就是Social Worker 他们也可以帮忙 他们就是家境 或者是他们家里处境一些困难 可以帮他们 替他们想办法 我们就是用种种方式 来尽量帮忙这些病人 能够尽量恢复他们的独立 然后让他们活得更有意义 更轻松一点 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 再加上科技与时俱进 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多 令人惊奇的人性化附建产品 像是帮助脑性麻痹患者 透过人工智能 分析感应 控制机械手臂完成动作 金属行动腿 让原本坐轮椅的人 不但可以站立 还可以快走 跑步等等 以及生化电子眼的应用 带给了病患 更便利的生活 具有百年历史的 Rancho Los Amigos 不但是全美第二大的 附建中心 他们还获得了联邦支持 透过医院间的转整制度 专门照顾身心障碍者 藉由附建中心的各种活动 在联谊之间互相打气 鼓励 再加上宽敞舒适的医疗环境 兼顾身心灵的妥善照顾 活出人生另一个精彩的美丽篇章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